世界充满着威胁 威胁我们生命的东西到处都是 为了要面对这些威胁 神给了我们四个保护措施 良知 家庭 政府跟教会 良知的武器是良心 家庭的武器是权杖 政府的武器是剑 教会的武器是福音 其中政府的武器 是可以用来制裁生命的 当有坏人的时候 政府要使用政府的武器来保护人 但是如果政府腐败的时候 邪恶的政府就会用剑来迫害好人 现在就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我们的众议员在我们的国会 说要武装集结 击退所谓的国内恐怖分子 只因为我们认为 小孩的生命是重要的 不可以杀死无辜的小孩 对于左派来说 人类的生命是卑贱的 是不必要的 所以当他们无法杀死小孩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毁掉小孩的一生 从小灌输他们 因为人不好控制 人有自由思想 动物就比较好控制了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反击的时候 我们必须建设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要变得更强壮 来夺回我们身为人的神圣性 我是Edan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左派又发动威胁要杀死我们了 几个星期前我们的总统才在一个纳粹形式的讲台前面 说我们是法西斯恐怖分子 911纪念日的时候说我们跟盖达组织一样 Maxime Water鼓励人要攻击Mega川普支持者 AOC甚至说要杀死共和党人 不然他就会被杀 拉斯维加斯的民主党官员 甚至真的杀死了一个保守派的记者 最新的对我们生命的威胁又出现了 接下来这个威胁是来自 夏威夷的众议员 Mazi Hirono 这就是一个女性的威胁 这就是我看的 这就是我看的 这就是更多女性的威胁 那就是那些人 那就是那些人 那就是那些人支持我们的 对我们的身体的威胁 那就是我们看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什么事 那就是什么事 总统 我拥有桌子 但是明明 这就是 我们的国家 拥有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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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非常清楚哦 literally 字面上的 call to arm 武装召唤 武装集结 是字面上的哦 不是形容哦 或者是比喻哦 这位众议员说的非常清楚 是真正的 call to arms 真正要使用暴力 这位Mazi Hirono 是字面上的 叫人拿起枪来杀死别人 杀死我们啦 这个就是call to arm 的真正意思 我知道这让保守派的人很难理解 因为保守派的人大部分都还算和善的 觉得政治其实不困难啊 我们在国会里吵架辩论一整天 下班了之后再一起去酒吧喝一杯 对不对 相见一笑闽恩仇 就跟80年代的Ronald Reagan 跟Tip O'Neill的关系一样嘛 首先 那样子的关系从来不存在过 Tip O'Neill公开的说Ronald Reagan是邪恶 Evil的代表 我们一直在说服我们自己 就是至少我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合一 就算理念不同信仰不同 我们也要同心协力 互相帮忙 毕竟美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国家 我其实希望拜登可以做得很好 我希望他可以翻转经济 希望坏事都不要发生 因为身为一个美国人 美国好的话我其实是感到非常骄傲的 我们不断的想象这一切会有一个中间线 彼此妥协彼此理解和平相处 但是现在就是不可能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或许未来也不会有 民主党对于整个国家的方向 越来越明显 威胁越来越直接 就是要把我们关到集中营里面 然后我们大概还会在集中营里面继续幻想 就说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掌权的话现在会怎么样 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相反的话会怎么样 哈哈哈哈 这位Marsi Hirono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站着一排面对墙 手上拿着AK47 然后右手拿着共产主义宣言 然后我们还会有人站在那个地方偷笑 说哈哈你看左派他们多开明啊 对不对 你看他们多多元啊 你看这就是多元的样子 我们其实很不了解现在事情的严重性 或许我们把自己想的太崇高了 他们真的没有那么坏 他们不可能想做这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是没办法想象的 这些人真的就是这么邪恶 这么想要置我们于死地 左派对于我们的看法是要用暴力来杀死我们 把我们抓起来关进监狱 他们对于我们的孩子则是要彻底的从根基上面摧毁 让他们小时候就变成一群只知道性爱 无耻 无底线 只有动物本能的脑残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侵入我们的学校 因为这个样子做最有效率 而且要让左派的父母都要亲自的来洗脑他们的下一代 让小孩当成性变态 这本书叫做 Sex Education for 8 to 12 Years Old Kids Book for Good Parents 8到12岁孩子的性教育 好父母的儿童读物 很多人说这个新闻是假的 这本书根本不存在 这个作者根本不存在 但是这本书现在就在Amazon上面买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 请各位自己去看 不用自己去看 你可以看那个网站就好 不用看里面内容 证据都在里面 下一次当你遇到一个人说性教育 都是为了同情心 同理心 跟多元文化的话 给他们看这个东西 给他们看这个影片 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性变态的议程 还有现在性教育到底在教什么东西 这本书上它说 你应该从小就要开始教导你的小孩 关于性爱跟性取向的资讯 伴侣在亲密接触时 可以刻意的把房门打开 你们亲密行为时 叫你们的小孩来拿东西 或者把什么东西拿出去 当你们在亲密接触时 带你们的孩子一起进入被窝中 让他们观看你们的亲密行为 母亲在喂奶时跟丈夫同时有亲密行为的时候 应该要感觉到非常自在 当伴侣在发生亲密行为 小孩在旁边观看时 不应该要感到任何的羞耻感 这个实在是太恶心了 而且是无法想象的恶心 我不知道各位 但是就是这么恶心 就是这么的无耻 这些脏东西 我真的无法想象 这是人类会说出来的话 而且还写成书 这些脏东西真的就是想要侵入我们的学校 前几天德州的州长 Greg Abbott 刚发了推文说 德州的某位老师遭停职 因为他在教导小孩要叫恋童屁的人 minor attracted person 被幼童吸引的人 这个我们之前的影片也讲过 这并不是个阴谋论 而是公开的性变态议程 太多人说这一切只是什么右派的阴谋论 不要相信 结果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真的 德州州长的推文接下来说 这个老师不断的说 不要只因为某个人想要跟五岁的小孩 发生性行为而论断人 很多时候不只是基督徒 我们人要知道的就是 这不是在论断人 这是在阻止邪恶 这些邪恶的事例就是在侵蚀我们的教育 侵入我们的学校 还在那边说 我们的小孩应该要在世界的公立学校里面 做炎做光的人 请先确保你的孩子 真的已经是炎跟光了之后 再让他们去做炎做光 不然他在学校里 不可能承受这个样子的压力 他们每天要在学校当八个小时的左派 然后回家跟你讨论圣经的价值观 真的 中国的历史里面都有孟母三千了 请你保护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的课外读物 你的孩子的交友状态 还有你孩子的生活环境 亲自的教育你孩子 在家教育 不要让他们再出去被洗脑 左派就是要用学校来扭曲我们小孩 而且这个议程是非常明显的 从1960年代开始到现在 不只是美国 全世界接受左派文化教育的国家 都不断的被这个样子的东西洗脑 这些国家都变得品德败坏 无耻而且自以为义 自以为这些东西是开放 自由 平等 民主 一直以来的说法就是 你们这些宗教书籍不可以出现在公立学校 这代表了老旧破碎 被控制的传统 特别是基督教 都是压缚跟控制 让人觉得自己羞耻 你们这些人如果真的这么脑殘 想要信什么基督教的话 随便你们 去你们的教会 在你们自己家里面 你们自己的宗教 建立的这个私立学校 你们自己去你们的宗教自由就好 不要让我们看到 你们的宗教好恶心 千万不要让社会看到 然后很多保守派的人 右派的人 基督徒就妥协了 认为说这说的很有道理啊 对不对 我们的宗教是我们的事 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的事 我们做好自己就好 结果现在证明了 他们说的全部都是假的 他们要把我们的价值观 推出学校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小孩身上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驱逐我们 到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 然后慢慢的缩小那个圈子 跟希特二当时对犹太人一样 我们没有刻意要把他们隔离 把犹太人隔离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安全区 让他们在那个区域里面 自由的做犹太人 之后这个安全区就被围起来 越来越小 放到火车上 送到集中营 送到毒气室 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 如果你不同意同性恋平权 婚姻平权 变性人特权的话 那你们就去你们自己的地方就好了 对不对 很多共和党的人都接受了这一点 就连我之前也是这个样子想的 同性恋人如果要结婚的话 就让他们结婚就好了 但是后来我知道 当他们把婚姻家庭 这些东西全部扭曲成人权的时候 当人权变成一个政治武器 跟政治术语之后 人权婚姻家庭 就完全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跟神圣性 就可以随便的被左派扭曲成他们要的政治方向 他们现在可以大摇大摆的进入你的教会说 你们不能教导这些啊 既然同婚变性无差别性行为都是人权的话 那你们教导的圣经 你们的宗教 你们的信仰就是在违反人权 那么我们把你们关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因为你们反人权啊 就在同时我们的拜登总统夫人 第一夫人上节目说 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啊 我们应该要管理什么书籍应该在学校 以及什么书籍不应该在学校 有学校在学校的国际上 这些缺陷阱 是这样的挑战 什么关系你最重要的 当我们说到学校的工资 这已经在做了几个年纪 现在我们看到它来的 教育的工作 是有些年纪的 几个年纪 但我们必须要做 要求年轻人 进入了职业 而且教育的语言 separ多的 立案都已在学校的语言 中等群也在学校的学校 学校的学校 学校是在学校学校的 学校是在学校的 教育的了 何不是 有进入学校的 你们需要学校的工资 学校的工作 在学校的学校 在学校的学校 想向他们订阅 以学校的学校 有什么2个 中美学校的 这样的 All books should be in the library All books This is America We don't ban OK 最後那幾句話才是重點 其他的好像就是 Yeah 因為這整個聽起來好像民主黨是很自由的 好像保守派才是在這邊說 這些書不能在學校 那些書不能在學校之類的 但其實所有的取消文化禁書 在亞馬遜不能賣有關於聖經 對於跨洪族的教導各方面的 全部都是左派在做的事情 我們的影片在Facebook上 在YouTube上不能被推送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左派的政策方向 因為他們有權利這個樣子做 因為這些大公司、校董會、州議會、工會 全部都掌握著這麼做的權利 他們說得很直接 他說所有的書籍都應該在... 管 在這裡可以想像一下 所有的書籍都應該在學校裡嗎? 他們那個影片裡面好像就住在一個 小學的圖書館裡面 說所有的書都應該在學校圖書館 那之前的什麼兒童不宜啊 那些書也都應該在裡面嗎? 那些色情、暴力、種族歧視 也都該在學校裡面嗎? 他們想要這麼做 只有一些書是不該在學校裡的 那就是基督教的書籍 很多人在說你們基督徒憑什麼認為 你們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信仰? 為什麼你們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 光在這個裡面你就可以看出來 你就可以聽出來了 你可以去任何一間小學找找看 有關於信仰的書籍 你可以找到佛教的、印度教的、伊斯蘭教的、摩門教的 但是你們找不到任何一本關於基督教的 關於耶穌甚至猶太教的書籍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信仰對於左派是無傷大雅的 其他的信仰跟道德觀是可以被扭曲來符合他們的議程的 其他的信仰代表著多元、放縱、不用負責 其他信仰書籍都是人寫的 只有基督教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要變得更有責任 我們要變得更好 我們要認罪、我們要悔改 我們的自由是神給我們的 不是政府、不是政治人物 我們的生命是屬於神的 他們害怕的是我們的神 他們害怕的是基督教、耶穌基督的教導 他們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們的敵人是誰 但是很多基督徒卻完全不懂這個道理 接下來這個新聞是我的老本堂了 也是其中一個我不想要繼續在服裝界打滾的原因 因為實在是太扭曲了 一開始從女生穿個什麼奶頭若隱若現的衣服走台步 後來就變成根本就沒有穿衣服走台步 整個服裝界簡直就變成 飢餓遊戲裡面那些腦子有問題的人一樣 越來越沒有底線、越來越沒有羞恥心 卻被說成是自由是進步的 現在這個影片是一個十歲的變性男孩 被他的父母說服成自己是個變性人 覺得自己是個女神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社會到底變得多扭 一句話,一句話 一句話,一句話 什麼是 normal? 什麼是 normal? 它是2022,沒有人知道什麼 normal是在這個時候 它是酷的 它是酷的有這個名字 我其實還有一個人的名字 我導致說會有很多人和隻 從來自成人並沒有罪 尤其它女人文化 才是她的助手 哪有年輕人贏 這兩種三年最需要的 我們想讓她會堅持自己的事 和其他人,我們想保持她的夢想 在一世上,在今的環境中的環境上, 有很多事情都在做的工作。 它是很感激的, 它是很感激的, 她們都會有很多認識。 她說她們是在她們身上。 她們是非常特別的, 我們是很感激的, 她們也是很感激的, 她們也很感激的。 她們不是很不同的, 我們只是在同一種中國的孩子中, 我們有個錯的身體 然後我們就變成了他們的性格 我們從別的孩子沒有不同 我剛剛說他們的父母 剛剛的影片有看到就知道 很明顯他們並不是這個小孩的爸爸或媽媽 是兩個變性的同性戀 兩個女人把自己變成男人之後還愛男人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 我為了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就讀了那個文章 那個小男孩的生父 因為他的媽媽為了女權而變性 然後把這個小孩的父親趕出家門 而且奪取了這個所有的監護權 這個小男孩的爸爸必須從此消失 不能對自己的孩子有任何教育的意見 很明顯這一切都是 因為那對女童性戀的變性情侶 對於這個小男孩的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虐待兒童吧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面 這兩個人渣應該要被抓起來 被關 他們對這個小孩做的事情應該是違法的 而且在人類歷史上 至少在美國歷史上 一直以來都是違法的 虐待小孩一直以來都是違法的 直到最近這幾年 這個如果是發生在十年前的話 這個小孩應該會被社工帶走 然後那兩個變態應該會被抓起來 關進監獄或至少去精神病院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活在一個 沒有是非的世界裡面 神經病變性人可以公開的領虐小孩 把一個小男孩打扮成一個 完全物化的性愛玩具 讓他們在時尚舞台上面走台步 然後我們不能批評這個樣子的行為 我們還要稱讚還要慶祝這樣的行為 這樣子變態的行為 好自由好多元 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這些保守派的人思考的 就是我們是壞人嗎 美國是壞人嗎 我們看到很多非常極權的國家 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 但是他們有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嗎 他們有允許淋虐小孩 讓十歲的小男孩心靈扭曲成這個樣子 卻不制止嗎 在美國的基督徒必須要思考一下 還有哪一個國家 比美國更像啟示錄裡面的巴比倫大音符 美國之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美國之前很保守很努力很堅強 現在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不只是變性人的議題 就連政治層面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的美國總統用FBI當成是自己的秘密警察 用這些組織來消滅自己的政敵 抄川普家 抄保守派的律師的家 抄家買朋友的Mike Lindell 這些不是極權政府才會做的事情嗎 八萬七千多個持槍的國稅局探員 要來抄你家 充公你的財產 這不是法西斯跟共產主義才會做的事情嗎 同時他們卻指控我們是法西斯 說我們是國內恐怖分子 這些是我們認識的美國嗎 我們的政府在鼓勵壞人跟暴徒 打砸強我們的國家 不起訴不逮捕不關押任何的壞人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說美國正在由內而外的腐敗 自食俄國自我毀滅是一個輕描淡寫的說法 我們的國家如果不是巴比倫的話 就是正在變成巴比倫 當我們的國會議員說 要call to arm 使用暴力來攻擊我們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回應 我們很多人在說 宗教跟道德觀是私人的 我不敢轉發PHC 我不敢轉發AI news 我覺得他們講的很有道理 但是萬一我被攻擊的話怎麼辦 我們基督徒不應該把我們價值觀 強制的放到社會裡 我個人不支持這些 什麽十歲小男孩被變態的父母洗腦 然後在紐約的時尚週裡面走台步 這些我都不同意 我不同意這些人要的東西 但是我會為了你說這些東西的言論自由 奮戰到底 No 現在不是這個時候了 那樣子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我在這邊拜託各位基督徒 拜託各位牧師 拜託各位教會 把我們的瘋狂的價值觀 直接左派說我們瘋狂的價值觀 道德觀 信仰觀傳達出去 跟我們的小孩傳達聖經的價值觀 我們再什麽都不做 就真的完蛋了 我就是個宗教狂熱分子 我就是要傳達聖經的價值觀 我就是不在乎教會那一套虛假的合一 因為在那個影片裡面說得非常清楚 那個小孩說得很清楚 2022年了 這個世界哪有什麽對錯 我們必須要消滅這個樣子的思想 我們就是要當宗教狂熱分子 因為這是唯一拯救這個國家的方式 我們要反擊 我們要強壯我們自己 守護我們的家庭 建立我們的社區 It has to come to this point 我們必須要當個狂熱的 熱血的 不怕死的 不怕迫害的基督徒 因為我們現在就住在現代巴比倫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